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在竹地館 今天非常熱 竹地館的位置換了一下 在一個比較枯空的一個環境 在整個的 泡茶區 那今天呢跟各位分享的主題 什麼今天是我們 大集營的課的最後一堂 但今天可能會比較潮 因為今天在比較戶外的地方 今天在大集營我們分享的是 在南邊 整個大集營的最北 最南邊就是一個 巴桑的河谷 這個河谷帶裡面呢 它會有一區叫做 這樣的一個區域 那是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獎益 來獎益給我吧 好 今天我們獎益其實有一張圖 但是一張圖是黑黑的 你們看不清楚 它是一個 聞下去的 鵝骨 然後呢 卡雄這邊呢 它其實有一個 林比卡 林比卡 這樣是一個 當地的一個 語言 林比卡 這邊呢 其實是有一些 你們如果聽過是 叫做 闊克人 或是呢 有一些 少數原住民 他們當地人叫做 龍巴族 對 龍巴族的人 他們當地在那邊 就有一種語言叫做 林比 對 林比卡 然後他們就把這個 卡雄 這個字 出來是說它是一種 小蘭花 小白花 在於他們的這個房子上面就是 種滿了這個 花朵 而這一種 場 這個地方呢 就是一個 蜂 蜂 一個 應該說有非常多的蟲害 然後它是一個 色香葡萄的山谷的一個風味 所以你在這邊呢 就有豐收葡萄的 這樣的果實香 而今天呢 在整個 卡雄地區呢 我們介紹幾款茶 跟各位分享一下 包含呢 你們常見的 開箍的 Kathelton 是MOONLINE 整個是 凱瑟頓莊園的 最極致款 MOONLINE 我們介紹 Kathelton的MOONLINE 是這個 經典月光 而經典月光 Kathelton的MOONLINE 是AV-2 他是下茶之王,在以前几度到拍卖场,他们去竞标的时候,这都不破红茶的最高价值 可是这个是在春栽的,下栽的我喝完了,所以今天不会来教 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庄园叫做Makerese Hope 马格丽特的庄园,当时有一个英国贵族的女儿很喜欢到大吉尼这个庄园 只是马格丽特他后来在,因为那时候海域很远 他从英国到印度,再从印度回到英国的路上就票已经在见了 所以说英国的Duke,他就把这个庄园命名成马格丽特的希望 Makerese Hope 所以这一个庄园就是有一份这样的故事,可以看一下 这支也是Moonlight 但Makerese Hope 这个庄园还是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茶款叫Delight喜悦 但你们是不是都反过来了,应该要跟Delight喜悦 而喜悦这一款呢,他们就是一个处于是,算是比较细致,比较嫩,都彩豪雅,SFGF1的一种茶款 他们有信桃香,也有一些些的是和果花粉的味道都会出现在这边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泡几款,大家请来查给各位看 那基本上,我会先试试各位一款叫做Selver Mistake 因为Selver Mistake这款茶比较特别 因为这款茶是,以前都不是这样做的,是今年才做的那样 它是一个,今年是做成一个,蚝牙的茶 而这一支是B157 B157这款茶是,这个茶数品种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很少单独出现 所以今天给各位看一下,是B157的茶叶,这个样子 来,这样好了 这个比较暗,应该是OK的 B157的茶叶,它会比较有蚝牙 但是呢,它味道是比较中断集中的,它比较厚实,饱满 它不会是飘飘然散,它是,呃,虽然它是薄胎叶,但是它喝起来是清爽的 嗯,牙香,好,我们来喝喝看 一样,你要冲茶的时候,温度高的没关系 用力也从来,我刚好这个角度给你看 现在高温没有关系,不要用力从来 那今天呢,这样的茶呢,它的风味呢,都会比较扎实 在两颗颜色,会有点酸,然后有些清果 在卡匣这边,它是相对于北边的大吉林,还有西边的美里克 它是有点像大吉林在这边,然后美里克在这边,然后卡匣在这边 它是一个这样凹起来的 然后它是背的,它是这个西马拉尔风垂下的,就是长一个凹骨 那这凹骨的两侧就是美里克的卡匣 那卡匣这一段,就是你,不管你去西里古里 就是从整个印度的大火车站 搭火车往山上走,中间的中继站就是卡匣 那卡匣这边,你去喝到的茶的风味呢,刚刚讲过 是红色的熟成的葡萄,那这样的葡萄香呢,我们会把它呢 当作是一种有Tannin,丹宁酸,或者有像红酒一样的风味 非常扎实,丰收,饱满,用了不同的茶款都拼配过 是中国种,它的经典的Mascato,色香 它就是有上来的提心的一个仇派的味道 然后呢,非常厚实 还有一种是Moon系列的,就是有月光,然后月亮 它是一种轻轻飘飘然的,像是有光射下来的感觉 哈喽,欢迎你们进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大吉尼的这个专题 但是呢,你们今天可以任意发问,因为反正我时间还有 那很多人喝大吉尼会觉得大吉尼为什么会这么红 可能是像下摘,那当然是没有问题 可是你会看到某一些大吉尼的红茶,它的颜色很淡很淡 像是旺茶那样,像这么淡 那你这个说,这叫红茶吗? 其实呢,在大吉尼制法里面它只要按照它的SOP 做完以后,它都叫做红茶 红茶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叶子摘摘下来以后 你把它做了一些制工,例如说你会去做揉碾,你会去做浪 然后呢,你把这些所有东西做完以后呢 你可以做的最后一件事叫做干燥 然后干燥完以后就可以当做茶叶来喝了 所以它不会做一个什么高温杀菌或草青的这种概念 因为那叫做红红茶或是绿茶 而在于大吉尼的春灾为什么那么的浅 是因为在春天差不多2月的时候就开始做茶 我们意思是大部分刚开始会觉得春天什么时候 春天是3月4月 甚至呢是我们说清明时节才叫做春 但是呢,在那个地方 因为它整体的纬度是比较低纬度的 然后你会发现在那边的大浮行气候 可以让它的季节性的气氛 从吹上来的风会比较暖 所以它喝到的风味呢 在2月的时候它就已经熟成了 开始是可以有采摘茶叶 所以我们叫做早生种 早生种像是呢 你会看到有部分的AV2 R1 或是呢 一些的Sea York 1370的品种 这些品种都是当地的品种名 它们在早生种就开始采摘 2月多多就有了 3月4月就差不多已经春17 春二聚全收完了 而6月7月才是下灾 那大部分在2月到4月这段期间呢 因为很冷 拜托 那个时候台湾还在那洞了半天 那个 还有我们还穿长袖 穿大衣服的时候 他们那边就在搜查了 可是就因为这样很冷 他们海拔又很高 1000多 这样的海拔上面做出来的风味呢 室外温度6度 这么冷的环境里面做出来的发酵度一定不会很高的 那你这样的发酵度做出来的香气呢 就轻轻爽爽爽的 有点像乌涌茶 但它其实工艺上是很长 嗯 来煎香 就是很多蚝牙的香气 嫩牙 它的因为抗虫害所以比较北美 所以我们通常在做大型的区分里面 不是按颜色 它是按照它的制作工艺产生的风味 而且这个风味是因为庄园主人去认定 它说今天有一个中国的风情 或是这个今天我要做出一个月光 或这身月亮可以做成喜悦 他们就有这样的想法 然后就会说因为我命名了什么 而制作出来那样的风味 这就是大姐影在做茶的特殊秘密 好今天我们的分享到这边 那有兴趣的就关注我们 然后呢 点下我们的赞或是追踪 之后我们有最新的课程内容 还有我们的每个礼拜的专题内容 也会跟各位这样分享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拜拜